在和浙江广赛的热身赛上,莫里斯因为手受伤要伤停留到8周,因为目前离CBA开赛没多久时间了,因此广东宏远要以最快速度找来新的外援顶替莫里斯, 但珠芳宇找来的几个内线外援名单都没有获得教练组的认可,后来珠芳宇灵机一动,既然在内线外援目前没有合适的人选,何不换一种风格的球员,此前被很多广东球迷口水的前这家外援威姆斯走进了珠芳宇的视野,而珠芳宇选择选择威姆斯也是因为他的全面能力,能够能防,可以胜任二三,四号位, 也许在方首次号位外援有点吃亏,但也希望他能用进攻弥补这点,而除开这点外,珠芳宇签下威姆斯还有一手后招,那就是储备三外援,以防不备,甚至在进后赛还可以面对不同对手上不同组合的外援,不得不说,珠芳宇这招旗下的妙,广东宏远签下威姆斯组小外组合, 目前广东宏远已经官方宣布签下前之家外援威姆斯,他将取得殷伤的莫里斯和德莱尼组成目前CBA唯一的一组小外援组合, 一时间让很多球迷百思不得及钱,珠芳宇这是玩哪招,要学NBA勇士队打死亡无效战术吗? 不少球迷还拿三年前办决赛的那次不成功双小外组合,当成反面例子来证明珠芳宇这招不需要,其实这个真的想多了,现在和三年前那次完全不能相其并论, 因为当时德双小外组合是无奈之举,抱着死马当活马一的心,他,而且也第一场取得了胜利,最终失败,也是因为外纳姆和穆迪埃实在是位置派重叠, 那两场同时上场,不能做到一再一进替,二的效果,德莱尼是一个纯空位外援,但现在威姆斯和德莱尼则完全不同了,首先反位者上将,德莱尼是纯一号位球员, 而威姆斯则是三分之二号位的风位摇摆人,在CBA甚至能顶到四号位,而且从风格讲,威姆斯能投能土,还能在地位单打有很大杀伤力,冲击力极强,在CBA他就像詹姆斯一样的存在,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打无球,并不需要太多的球权在手,而德莱尼则是更多的传统后卫打靶,从季节目赛来看,虽然三分手感没能找到, NBA的感觉,但主攻能力非常出色,而且还能利用自身突破快递特点造成杀伤,每场比赛罚球数不会上,命中率还特别高, 苏伟的回归让主攻旅游底气组双小Y组合威姆斯和广东宏远签约后,不到一周时间就会来球队会合,给他们还有将近十天的磨合期,一旦让他们找到默契,那将会在进攻端视无解的存在。 当然,银勇球连会担心球队防守问题,确实找蓝维姆斯后,广东宏远内线高度会下降很多,但如芳宇认为,防守型外援并不是广东宏远的追求目标,外援就是用来进攻的。 此前广东宏远已经去过很多次找防守型外援的亏了,何况现在广东宏远仗回苏美,加上易建连,任俊飞,周鹏等人,加上杜伦呢,曾反映这些年轻球员的成长,以提升内线防守的信心。 朱邦宇这招其实在太妙了,而且退一万步来说,就算当时这个阵容没能取得理想战绩,不也还有通过换外援来挑战吗? 因为从今年开始,来些颁发了新征,在外援上可以多达八人次的更换,而随着一个多月后莫里斯的付出,有他在球队当备胎,随时都可以替换为姆斯和德莱尼的其中一个,而且就算更换了。 还不是说这个外援就离开球队,而是继续留在球队当备胎,这不仅可以在后面可以根据阵容替换过来,同时对上场的两个外援,还形成了竞争关系。 不得不说,朱方宇这招提下的真鸟,尤其是这后面保留的后手,才是此次换外援的精髓所在,相信后面很多球队也会学朱方宇的妙招的。